历经两任警察局长争取新建的警二分局 即兴一派出所 上午举行洛臣启用典礼 典礼上最吸睛的就是警察局的十大金差 一字排开的场面让典礼很闪亮 又是鼓声又是醒思 警察局第二分局 即兴一派所举行的洛臣启用典礼 市长张通荣 警察局长邱风光亲自主持兼采 新的二分局厅设新建在警察局旁 地上五层楼地下两层楼的办公大楼 历经了两任局长的推动 98年3月动工 在去年顺利完工 最主要的还是由市议会的一个支持 还有市政府对这个所属员工的一个照顾 让我们有很好的办公厅设 来做办公的处手 那我想今后我们会更努力来这个卫民服务 那本次信下的一个落成 我们特别在新一派所有推出志工服务 让加强卫民服务 来达到这个上级长官对我们的爱护 落成启用典礼上最吸睛的就是负责接待的十位女警 整齐的服装一致排开 又称为警察局的十大精猜 让在场来宾为之惊艳 而主持落成启用典礼的市长张通荣也齐勉 能够提供更优质的办公环境 新的厅设刚刚落成 市长也亲自参观了同仁的办公场所 也期许大家做好为民服务 让人民保姆更贴近民众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